很多的花友看到这么一个话题也爱到我了 说是假肥怎么吃效果会比较好 说到这个假肥呢 咱们就牵扯到咱们养花上面了 咱种地咱不扯了 农学呢咱也不是特别懂 咱们就说养花 就是不论说咱们养什么样的花 你就简简单单的一盆植物 其实咱们平均养花的一个寿命 也就在一年左右 基本上养一年 第二年就再换了 也没有时间去研究这个东西 你像这种东西也好 十块二十块 一盆 死了也不心疼 那有的话说我具体怎么用假肥好 你要了解植物本身的一个生长 咱们在用假肥的时候是出于什么目的 你像我比方说我养个香松 基本上是用不到什么假肥的 而且一般咱们用的土里面 它也不怎么爱缺甲的 就像咱们人吃饭是吧 一般是不怎么爱缺盖的 只有说是在生长的比较旺 你比方说在青春期 是吧 或者说在岁数比较大 吸收能力变得比较差 骨质疏松 一般在这两个时期需要不盖 那植物同样也是一个道理 在长得比较旺的时候 可能这里面的甲元素供不上 这个时候再去用 效果会更好 你像风竹残年了 你在用假肥 它能吸收吗 假肥主要是让那些个枝条树干更粗壮的 对吧 你比方说 样一些个那种多肉 长得更胖的 你出于啥目的 所以说呢 另外呢 咱们再说一说假肥 假肥常见的呢 就是这个硝酸钾跟硫酸钾 一般咱们在用的时候呢 尽量的就是去水溶 水溶的话效果是最快的 注意自己的用量 一般在这一千倍的稀释比例左右 如果说太浓了会导致适得其反 就太浓了会烧花 你的话说为什么会烧花 这个东西就跟吃盐一个道理 你吃多了这个盐你不厚的话吗 这种东西它就像盐类的 会让这个植物的这些细胞壁被破坏掉 所以说呢不要过浓 一般呢就是水溶 另外呢建议大家呢 就是用一些个 你像花多多这种 带熬合体系的这种 就是说里面有M77啊 有这种 比较更加利于吸收 就像咱们人吃饭 一个道理是吧 你单纯的啃大牛肉 你可能吃的不多 吃的不美味 但你吃个牛肉包子 或者牛肉馅饼啊 或者说谁谁给你 做了个牛肉炒饭 你可能吃这种更利于你的吸收 对吧 简单的一盖头 好了 假肥也就这样 希望花门养花的时候 你别那么认真啊 搞得我休息 好不专业一样 使得多了就会了 臭网 老花一 养花最专一 觉得不错就点个赞 下期再见 不见不见 拜了